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分享是什么 就是我们内加拳当中 异谷这个说法 一些医学原理的一些解释 因为我们在战装 或者说是一些拳术的训练当中 急着会收缩的 在收缩的时候 一收一缩之中 它就挤压到骨骼了 为了适应这种挤压 它会更加的强壮起来 使它更加适合硬力跟压力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从中医的角度来解释的话 我们的内加拳 锻炼主要是挤柱 而挤柱就是我们所说的苏曼 屋外为一生阳气之主 当我们练到那里的时候 就激发到阳气生发 阳气使我们的骨骼会长得更好 脊柱是有很多神经分布的 为什么说刺激到脊柱 会使我们的阳气生发 阳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功能 当我们刺激到脊柱 也就是刺激到这些神经 神经都是从脊柱发出去的 所以说我们刺激到脊柱 也就是刺激到这些功能 全身也就强壮起来了 我们有很多的正式课程 大家可以加屏幕下方微信 咨询获取免费体验课